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小鬼头 今天起床发现,沾沾罗伯更新了 沙盒模式里多了一个看上去好眼熟的僵尸 这不就是我吗 哇,这帅气的火龙外套 这自信的眼神 这不停煽动的双翼 这,这不就是我吗 超级无敌的小鬼头 小鬼僵尸进化 火龙小鬼头 我终于也被加入BT了 那么赶快看看我能不能打赢老大吧 哇,这个老大就是信了 两三下就被我的龙之恋烟烧死了 虚假的老大 用小僵尸做肉盾 刮烧的攻击力 缓慢的移动速度 呆翅的眼神 真实的老大 帅气的火龙套装 攻击距离压制 其他任何僵尸都没有的火龙翅膀 果然我才是真正的老大 小鬼头你又在整什么幺蛾子呀 老大,我什么也没干呀 听说BT版里出了个小鬼头 让我看一下有多厉害 老大真的要这样吗 这样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你老大我什么事情没经历过 一个小鬼相识能有多厉害 那好吧 你自己看吧 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恶龙小鬼 对火焰伤害和爆炸伤害有比较高的抗性 挺不错嘛 非常符合你恶龙套装的属性 攻击力一百 我还以为多厉害呢 也就和别的小鬼一样 才一百的攻击力嘛 可是老大 你的攻击力 我的攻击力怎么了 你的攻击力只有二十啊 这和别的普将有什么区别哟 你攻击力一百不也和别的小鬼没区别吗 我攻击二十和别的普将没区别 这不是和情和理吗 老大你可真会欺骗自己哟 你说什么 没有没有 我说老大说的对 小鬼头 要我说 论战斗逆你还不一定有我厉害呢 老大你说的没错 我们还是别试了吧 我们去吃早餐吧 不行 我一定要试 什么 居然两次攻击就把我给干掉了 而且我还摸不到你 不可能不可能 这也太离谱了 肯定要削弱的 老大我都说了别试了 你偏不信 这就好了 自己骑骨了不是吗 小鬼头你飘了是不是 老大你看 我真的飘了 葫芦小鬼的移动是属于地空飞行的 所以我不会受到地面植物的攻击 小鬼头我说的不是这个飘 我说的是你 你是不是飘了 我 我没有啊 其实我知道 再厉害我也只是在游戏里比老大厉害 老大现实中是能把我吊起来打的 所以 所以什么 说的挺好的呀 继续 所以老大永远是老大 我对老大的忠心是不会变的 真的吗 我就知道 小鬼头一直都很乖的 那么小伙伴们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